隨著2024年的到來 中國經濟依舊是國際最關心的話題 中國經濟在2023年停滯不前 以至於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 稱為對世界經濟的拖累 2023年的最後一天 中共黨魁在新年致詞中承認 中國經濟面臨困難 一些企業面臨經營壓力 一些群眾就業生活遇到困難 就在他發表講話的幾個小時之前 最新的數據顯示 中國製造業陷入萎縮 2023年12月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為49 是連續第三個月陷入了萎縮區間 之前10月和11月的PMI指數 分別是49.5和49.4 中共當局在2023年初 經濟就顯示出了開局不佳的狀態 雖然中國開始慢慢擺脫疫情的影響 但創下有記錄以來最差的增長率之一 大大小小的企業都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面臨房地產危機 支出疲軟和青年失業率高等多種困境 儘管2023年的經濟活動活躍指數略有提升 但因為對國內經濟前景的擔憂 人們不願意花錢 除了消費者需求疲軟之外 房地產行業下滑 政府刺激計劃黯淡的狀況 讓2024年的經濟活動可能將進一步放緩 榮鼎集團中國市場研究總監 洛根賴特對媒體表示 中國經濟放緩是結構性的 是由於過去10年信貸和投資 史無前例的擴張結束所致 他還強調 中共的金融體系根本無法產生 與前幾年相同水平的信貸增長 因此 北京對經濟方向的控制力將遠不如過去 更糟糕的是 本就低沉的經濟趨勢 在當局的各種政策的折騰下 危機在進一步的加深 如北京頑固的推行清零政策 並對私營企業進行全面的打壓等 都嚴重地打擊了信心 打擊了經濟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房地產危機進一步加深 已經蔓延到了規模龐大的國有銀行部門 導致銀行出現違約 並引發全國各地的抗議活動 從今年經濟放緩的狀態中可以看出 受中共政策的影響 通脹緊縮的風險充滿了中國的市場 高盛集團 摩根士丹利和瑞銀集團等 10家投資銀行和證券經濟公司均認為 北京未能扭轉房地產下滑的趨勢 中國房市低迷將持續到2024年 會繼續拖累中國經濟的增長 讓政府放棄發布數據的中國青年失業率 說明了中國經濟推避不可避免 上海美國商會9月份的一份調查顯示 只有52%的受訪者對5年商業前景持樂觀態度 這是自1999年開始調查以來的最低水平 比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也指出 中國2024以後的經濟環境恐怕有更多動盪 中國家庭和企業對於經濟刺激的反應已經減弱 而如果政府不介入 商業活動可能不會加強 加上中共黨魁的經濟政策對中國經濟復甦沒有任何幫助 之外 還又導致了更多的問題 並且當局沒有表現出任何跡象 表明他願意放鬆對中國企業家的控制 導致更多的中國富人認為 在中國居住無法保證自身的安全和資金安全 使資金大量外流成為了經濟無法回升的重要原因 曾對中國抱有無限熱情的外國投資者 正在匆忙地撤離市場 眾多的中國富人也如此 根據智囊團國際金融研究所的研究顯示 中國的股票和債券已經連續五個季度 出現跨境資金外流 這是有史以來最長的一次 高達5000億美元的外流 被掩蓋在中國模糊的國際收支數據中 而資金轉移需求的增長 帶火了中國民間地下錢莊的經營 許多中國富商轉移資金 都會通過地下錢莊收送到國外 近期中國當局發布了一則 關於查封地下錢莊的新聞 該新聞內容顯示 山東青島警方破獲了一起 涉及中國17個省直轄市的特大地下錢莊案 並抓獲了買賣加密貨幣的承退商 在該案件中 警方凍結了大量的人民幣 扣押的資金高達158億元 數字之龐大令人震驚 其實早在2022年11月 該地下錢莊就已經被中共警方盯上了 警方發現了地下錢莊負責人 金某等人的千餘個賬戶極為異常 每天的流水平均在300萬元以上 總交易額高達20多億元 而且大額資金存在全天候高頻操作 快進快出等異常特徵 這些賬戶都是通過網銀或手機進行操作 網路操作的地址顯示在海外 但這些賬戶的開戶人都沒有出過國境 而調查發現只有金某的兒子長期身處境外 並且與網路操作地址基本吻合 因此該案件中的金某被當局警方懷疑 是這些賬戶的實際控制人 該事件中 向金某所控制的賬戶匯款的人員 大多數具有境外留學或多次短期出入境的經歷 此外 它相關的賬戶還顯示 它與境內其他疑似地下錢莊的賬戶 存在資金上的往來記錄和交易行為 深挖該案件 我們可以發現 中國富豪們轉移資金的渠道正在於此 過程是地下錢莊從富豪客戶那裡 取得了需要轉移的人民幣後 就拿著該資金去購買虛擬貨幣 再通過境外交易平台將虛擬貨幣賣出去 這樣就可以獲得他們所需要的外幣資金 這個過程就實現了人民幣和外幣的轉換 消息一出引發網友們的激烈討論 很多網友們認為這是中共當局 對於中國富豪資金外流行為的威脅 有網友說 中共要開始整頓地下錢莊了 看來當局真的沒錢了 只能通過這個方式查獲資金 並順道威脅恐嚇中國的富豪們 不要妄想將資金轉出去 也有網友說 這可能是當局釋放的一個信號 國家要開始整頓地下錢莊了 要送的錢趕快送走吧 不然就來不及了 中共當局查封地下錢莊的行為 其實並不令人震驚 從近期各省份頒布的政策內容 我們可以看出 由於口袋裡沒錢 政府正在利用各種手段 充盈當局的國庫 2024年來臨之際 中國各地政府再度提出 明年要繼續過緊日子 並且出台了相關的法規 例如浙江省人大常委會新通過的 《浙江省機關運行保障工作條例》 將辦公用房物業、機關餐飲、 公務出行等公用經費壓減一到兩成 江蘇以新時事評論員張建平對此表示 行政支出今後將會以政府非財政收入為主 換句話說就是要以沒收罰款為主 那麼今後行政上的亂作為會更多 老百姓的負擔會更重 政策的表裡不一 也是中共當局手段的特點之一 12月22日 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 起草了網絡遊戲管理辦法 公開向社會徵求意見 隨即引發了遊戲及媒體股暴跌 其中網易市值暴跌24% 騰訊下跌12% 網友們戲稱 這是跌掉了一個京東 網絡上一篇名為 《除條解讀最新》的文章中 一位自稱是前網易員工的作者 對徵求意見稿進行了深度解讀 他認為該法案很多條例都是衝著網易來的 比如第24條規定 網絡交易商要持牌 要求遊戲幣必須以數字人民幣交易 這樣非常影響網易的交易額 網易的藏寶格機制是業內獨一份的存在 受到的影響可能最大 網友At Toronto Big Face發表評論說 前兩天當局剛猛猛地說要扶持私營企業 我還以為中共開始正常了 壽命又能延長了 結果今天對碩果僅存的遊戲行業重拳出擊 你總是能對中共總加速的加速力度抱有期望 所以除了罰款、打擊民企、查獲富人資產之外 中共還可能會盯上最後一塊蛋糕 200萬億的居民儲蓄 旅美的中國民營企業家孟軍在媒體節目中 對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勢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說未來的中國經濟沒有最慘只有更慘 目前中共持續地在打2900點的股市保衛戰 但由於無法抑制近4個月2000億規模的外資撤離 因此當局對股市的保護只是杯水車薪 終究會崩盤 崩盤之後就是整個國家銀行的金融體系會出現問題 金融系統出現問題的下一步 就是中共政權受到威脅 因此當局這一陣在拼命地宣傳股市 想將人民手中僅有的儲蓄都套進股市裡 但老百姓們十分清醒並不買賬 他還強調 中國的股市其實就是一個替國家洗劫人民手中資金的絞肉機 是莊家和國家配合起來 跟上市公司套現的過程 這一步的洗劫不奏效的話 中共可能會將眼睛放在200萬億居民存款上 它一定會想盡辦法掏空居民儲蓄 因為中共控制著整個國家的銀行 這些錢他們放在那裡不用白不用 而且現在銀行的新規已經出來了 很多銀行大額存款你已經提不了了 你一旦提款的時候 銀行就問你 這個錢是怎麼來的 合法上稅了嗎 讓你提供證明 如果你證明不了 這些錢就提不出來 這簡直是非常可怕的 中共當局的流氓政策雖然無恥 但也證明了中國經濟已經陷入了窮途末路的緊急狀態之中 諮商會中國經濟與商業中心的數據也表明了這一點 由於中國經濟面臨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 中國當局的任何改革或龐大的刺激方案 都將打開災難的大門 但顯然中共在2024年對經濟增長的鬥爭將持續 諮商會還預測2024年中國的GDP增長率為4.1% 低於2023年5.2%的預期增長率 而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可能有四個 並且這種情況可能會持續數年 原因一 被壓抑的需求將會下降 一些經濟學家在商業內幕網分享的一份報告中寫道 信心仍然疲軟 目前還沒有任何可觀察到的跡象表明這種情緒會好轉 在專業人士看來 中國的消費水平尚未恢復到可持續的水平 因為中國公民仍然擔心自己的財務安全和勞動力市場 以及中國政府鼓勵消費和預防性儲蓄的政策 原因二 房地產市場的低迷並沒有消失 今年以來 中國主要的房地產開發商都出現了違約或者是宣布破產的情況 而有關部門穩定房地產行業的努力並沒有產生任何效果 諮商會也認為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一片灰暗 資料中提到 經濟低迷是結構性的 可能是永久性的 中國家庭已經對房地產作為財富積累渠道失去了信心 很難預測該行業何時會平穩 就算平穩下來 它也不會再像過去幾十年那樣成為一個關鍵的增長動力 也就是說 房地產行業尚未觸底 中國政府將難以重振需求 原因三 國外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即將放緩 由於以美國和歐洲經濟衰退為首的全球經濟放緩的背景下 全球對於中國製造業出口的需求 將在新的一年裡繼續放緩 但除了全球低迷導致的需求下降之外 中國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衝突 不可緩解的地緣政治 也造成了中國製造出口下降和資金外流的窘境 因此 中國將無法通過出口解決房地產低迷造成的總需求問題 原因四 中國政府不能實施大規模刺激 只能採取漸進式措施 中國的經濟原因與其深層次結構性問題無法分開 雖然當局刺激信貸增長和投資的政策存在一定的空間 但干擾力度大 引發更多經濟低效和投機性投資的可能性就越大 中共當局不願意放棄對中國經濟的強制性干預和控制 本就是讓這條經濟船沉沒更快的原因 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 還有網友認為 人口紅利的減少也是加速經濟崩塌的原因 據數據顯示 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及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孩子的數量 也從兩年前的1.3降到去年的1.09 創歷史新低 出生人口首次低於1000萬人 2023年出生人數將連續第三年下降 遠低於900萬人 這意味著中國的生育率現在甚至低於長期以老齡化社會文明的日本 這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由於生育成本太高 中國的年輕夫婦會因此推遲生育 導致生育人數不斷下行 最終會影響經濟的生產率 除了生育率下降因素外 疫情期間大量疫情死亡人數和人口移民的增加 也是讓中國人口下降的重要原因 其實 目前的中國社會中已經出現了工人短缺的問題 據北京當局統計數據顯示 到2025年製造業工人將短缺3000萬人 由此導致的勞動成本上升 將給中國設有工廠的本地和國際公司帶來壓力 因此給經濟增長潛力產生重大和長期的影響 除此之外 勞動力供應下降以及醫療保障和社會支出的增加 可能導致財政赤字擴大和債務負擔增加 勞動力的減少還會侵蝕民生储蓄 導致利率上升和投資下降 中右翼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史劍道對此表示 人口收縮將使總體增長變得不可能 如果沒有政策的變化 中國經濟狀況將不會出現反彈 2030年代將比2020年代更糟糕 黃又許突然畫在風出